很快 一 backend爆砲來就滿 水分都會出來 尤其以後我帶著刀寶的吧 你幹嘛呀 誒 卡視野 感覺大小火龍我也要出軌刀誒 說實話 一個A 趕得太久沒玩 是不是 我們的帳號有機制啊 系統要讓我們找回這遊戲的愛 所以連續給了我們兩把垃圾對手 我就很爽 好 開開開開 RAM沒到 你要開到哪裡去 好 這樣中了 好 別插腳啊 看到沒 我叫你說話 其實不錯欸 寶貝好 哇靠 反正這部分我是覺得暴擊很強 然後下半個暴擊左右更強 目前形勢一圈大好 跟比特幣一樣 真是什麼東西都可以往比特幣上扯啊 我說說話 我是有一顆比特幣的男人欸 絕對信仰者 絕對信仰者 但太苦了吧 我嫌人 先打大哥 卡特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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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吧 好 那可再加 沒血了 我沒血了 前兩部影片我就是有跟交易所合作嘛 然後沒想到過了這麼多年了 大家對這個虛擬貨幣還是挺敏感的 挺反彈的 因為像其他亞洲國家 就大概會覺得說 投資 加密貨幣是個挺正常的一件事情 正常一定會想說這不就是個虛擬的東西 有什麼實質作用不就是炒作而已 但是呢 美國 這個世界強國 已經準備要 把比特幣作為這個戰略儲備資源 大量收掛 因為他們覺得這個是個很好的避險資產 然後隨著時間過去 它的價格也會一直上升 世界最強國都 都要這麼做了 這個東西還要怎麼騙人呢 大家都覺得說 有這麼好賺 天下沒有白色的午餐 大騙什麼的 我覺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 你們划那麼短片啊 看到太多那種 開著名車啊 帶著名表啊 在那邊炫富的 然後其實他們也不太懂交易 就是 就是一直炫耀說 自己賺了多少錢 自己賺了多少錢 那實際上 可能真的沒有賺那麼多錢 明眼人 你都看得出來這個就是 在騙白癡嘛 最可能會覺得 加密貨幣這個東西 就是來騙的 我自己認為是這樣 像股票或是加密貨幣市場 90%的投資者都是虧損的 因為他們就是 獲利會拿不住 市場配置有問題 然後太想靠打短線翻身 拿捏 欸 那獲利拿不住 你只損一次你就爆炸 是不是 我覺得這是大部分 投資者都會虧損的原因 那我自己操作股票六年 加密貨幣半年 我自己是有誤出一個真理 就是我先閃現單殺他 你只要長那種市值比較大的 幣啊或是股票 就是定期定額買入 你長期來看 真的是不會虧損啊 這幾年的心得是這樣 那當然那時候疫情來了 大家就恐慌嘛 啊心態別炸嘛 我那時候心態就沒炸 還是一直一直賣啊 哎呀 就只要你有遵守這個策略 去做 不要因為自己的情緒去影響 就很穩 有個健康的投資心態 你一定是可以在這市場 生存下去的 這是我這幾年的投資心得 也是最無腦的投資心得 GET THE FUCK OFF 哎呀 靠都不靠的耶 像我常常都會把投資跟打囉 聯想在一起 這樣其實就會簡單比較多 剛剛這個馬爾沙他就是沒有在 下跌的時候去進場 只遠這一波 他就沒有賺到更多的活力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留言說的挺好的 人只能賺自己認知的錢 你知道那時候我六年前剛玩股票 其實一大部分人來說 還是覺得股票是個不好 大部分的人 都還是把錢存在一行 等著被通貨膨脹吃到十次的 直到這一兩年 股票才開始普及化我覺得 真的慢得有點離譜 雖然我講這些一大堆無會不會 一定是希望你們去用嘛 不然就像大家講的 有錢自己賺就好我幹嘛跟大家講 一定是我有好處拿 我才會講這些嘛 啊我講這些也不是說要誤導人 這就是一個正確的觀念 你只要有好好遵守 這個機率你就能 打敗通篷 哎呀 那如果真的有興趣的話 資訊欄有一個教育所傳送門 福利也是挺多的 去參加他的活動啊 你去簽到什麼的 一分錢不用虧喔 一個禮拜 有幾餐便當田 都是基本的 我之前這樣跟白劇一講嘛 他就說 哪有人會這麼白癡 這樣教育所不就虧錢了嗎 天下沒有白癡的午餐 你要知道的是 假設100個人加入了 那95個人去白嫖 5個人真的拿自己的錢交易 交易所其實就已經回本了 get the fuck up man 這個是個很棒的行銷方式啊 我自己很常也都是用這樣去行銷的啊 你們可以去加我的這個討論群 華語討論群 我基本上每天都是有發紅包啊 宣傳這半個月以來 我發了大概兩萬 兩萬台幣 因為跟教育所合作嘛 就有錢大家一起賺 總不可能我啥都沒拿到 我就給你們錢吧 一定是我有好處拿 然後我來吸引你們 我發這個錢 讓你們留在這裡 是吧 雙贏啊 我不介意少賺一點 我比較介意可以永續經營 我這個頻道就是這樣的 慢慢滑啊 欸我們是不是會贏啊 這邊兩個人在這裡 哎唷你沒虛弱了兄弟 他在幹嘛欸我們贏了 WTF 我愛英雄聯盟 對面恨英雄聯盟 對面恨英雄聯盟 我自己的社群是跟其他人比較不一樣的 我是會瘋狂的去辦活動 以及給福利 就即使你也不去做投資 你只要掛在群組裡 都是會有福利可以拿 我這些也沒虎爛 這個群是公開的 這個紀錄都在 當然我也沒有說 這些留言 我有很多意見還是怎樣的 每個人本來就不同想法 有的人比較想安分手指嘛 存在銀行 過過日子就行了 啊有些人會比較野心 會想要讓錢就滾錢 就是每個人不同的方式啊 因為投資本來就是有風險 你存在銀行 風險會比較小 也不能說沒風險啊 畢竟銀行也是會倒的 只是風險相對來說較小 你錢放哪裡都是有風險的 你錢放家裡會被偷 錢放銀行可能會倒 遇上經濟危機 你的幣值會下跌 我現在群裡還是有在進行活動的 以不會讓你虧錢為條件去進行的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進來看看 你為了 甚麼 你會否會 你不及了 決定 你不及了